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奥奥东南的海 在一个老乡送过来一个微波炉 它这个微波炉里面只转不加热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先看看里面这个圆姆片有没有问题 圆姆片看起来还算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只转不加热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电源部分啊 保险丝都是好的 那就是可能是跟这个高压部分呢 这个磁空碗这些地方有关系啊 我们可以查一下看什么问题 哎呦 初步观察这个变缘器应该没有问题啊 看一下高压保险丝这里 突然弄开了啊 嗯 哎这谁设计的啊 我去这个 它这个保险丝呢 不是那种磁管里面装一个保险丝 它保险丝直接封装在这个塑料里面 两头直接接在那个线 你一撬开这两头直接分开了 然后另外一个插角 它插在那个保险丝 它就做一个插角插在那个变液器上面 那插角它有个卡子 你这里面这个位置特别不好拆 它它是一体化的这个保险丝 不是单独的分离原件 那设设计真的是很惯人啊 这个现在插座都搞不出来 好吧 你 保险丝可能是断了 可能是断了 但是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我现在还不清楚啊 这设计师自己不修东西 他也不会考虑说别人要修这个东西 这些就是想着坏的就换吧 终于把它搞下来 直接把它夹断的 保险丝直接焊在这个插座上面 然后另外 我去找手啊 另外一头它直接焊在这个线的插座上 然后利用这个塑料管子当这个保险丝的壳体 中间啥都没有 也没有玻璃这种全都没有 现在我得看一下这个电容有没有问题 电容怎么拆啊 这设计我也是最好 电容要拆电容的螺丝要从这上面 把螺丝刀超级长的伸进去 我就好奇它装的时候怎么装进去 我拧螺丝这么拧的 把螺丝刀扔在这个缝里面 必须拧这个螺丝因为它这个高压二级管的 一头也在这个螺丝上面固定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螺丝捏出来 不然你检查这个高压二级管你检查不了 哎 把它拆出来了 好 这个就是刀压电容 测一下容量性 0.9微乏 凉出来是没什么问题 凉出来是没什么问题 二级管来测一下 短路也没测出来什么漏电短路 当然这个测试的电压比较低 不一定准 现在这个情况一会是保险是正常使用的 我断掉了 整碗也没问题 现在处理这个保险丝 我们现在换的是这种保险 有袜壳了 它原来这个里面都没有袜壳 这样做着 我们给它沿根线 直接焊在保险丝上面 这个焊在保险丝上面 最重要 为什么我们在外面套套过 哟 完了 完了 在保险丝里面脱开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还是利用原来这个外壳 把这个焊上去试一下 好了 把它倒下来了 各位保险 它这个设计 它是有一截弹簧 有一截弹簧 拉着这个保险丝 拉着这个弹簧丝 这么拉着 然后烧断了 它就迅速的把这个弹簧 就是烧断了 它迅速的回缩 这样就是把这个 两边这个距离啊 加大了 防止这个 因为搬保险丝烧断了之后 中间还有个很短的距离 防止这个 高压在这个距离上打糊 OK 已经焊上去了 好 然后我又把它装回这个外壳 折腾了半天 还是得用这种办法 我本来还想 用个别的办法试一下 它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搞了搞去 我又回去了 又回去了 看一下 这个有没有拉力 这个要有一点点拉力才行 好了 就这么搞上去了 然后准备擦了电视一下啊 这个算是哪个朋友说里面放个湿纸巾是吧 就不用放水 其实我这里有水还是用碗放点水 放点水 防边 取消 那里面热没热 热了OK了 朋友们啊 哇 有点烫 哎 搞定了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啊 肯定是高压保险 好坏一点 好了 朋友们 拜拜 拜拜 拜拜